把豆腐放进去 放入玉西葱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大头鱼腩煮这个豆腐 经济实惠, 营养又好吃 这里有日式豆腐 一边的大头鱼鱼腩 连起脊鱼腩 15元一份 有400克 这些黑色和红色的东西一定要清净 我随便洗一下, 还没洗干净 有玉西葱, 姜, 有少少红椒 这些配料都是真香真色的 增加它的口感和味道 加上鱼 切一下配料 玉西葱洗干净 切成断 葱板分开 切成断 一切切成断 切成断 那些姜就不会大片 汁切成断 这些漂亮很多 红椒, 切成定 放入白鲜囊 放入白鲜囊 将杂角切成 切好 鱼洗一下,味道很干净 清干这些黑色的鱼 将鱼腩圈出来,把鱼骨切成 这里有骨丝,有骨丝,就把骨丝 鱼腩也有这样 这些鱼我们就把鱼骨切成 刚刚好,不用再切出来 太小子很容易拿出凉 再把鱼鳥切成 这些鱼就可以了 这些鱼最好是把鱼子切成 拿起来 这样切成鱼 先把鱼盐调一下 不用太咸 先醃一下 现在处理鱼肉 拿着鱼尾的部分 把它拖开砧板边 双巴多进去 把它拉成这样 把鱼尾的部分刮干净 红色的部分刮干净 这些是比较腥的 鱼类刮干净 我也吃过鱼皮刮油脂 那块皮也挺好吃的 一开二块鱼皮 我们看看鱼肉 这些红色的部分 特别是鱼尾的部分 很多红色的部分 我们把它烫掉 不要摇 小心烫 小心烫 烫 快去ότε碗 先将鱼肉 skirt 鱼肉插开 這種鱼肉楽 鱼肉 sank净 如果鱼肉浸熟 晾得干净 它是圆悶起烤的 一个圆得下结尾 écone 盐 切少许姜融切少许姜 切少许红椒粒一起切勻 生粉 少许鸡汤 下手 搓拌均匀 支持清水 收起滑滑 感到很软 将切粒 移出去排气 豆腐倒出来, 切了它 清洗一下 调味汁, 少许的盐, 糖, 生抽, 一汤匙的包汁, 红椒粉, 生粉不要放太多, 半茶匙好了, 煮出来稠稠稠的 有鸡汤也可以放些下去, 没有就这样就可以了 加少许清水, 搅匀, 少许光面粉, 搅匀, 热锅下油 放些鱼汁, 放些鱼汁, 鱼皮也放进去 放些鱼汁, 鱼皮也放入鱼汁, 鱼皮也放入鱼汁 鱼皮也放入鱼汁, 鱼皮也放入鱼汁 vacillário沸, 加 incorporate油 资料, 哇, 放些鱼汁 把鱼喝掉 把鱼汁把鱼也放入鱼ром 保持中小火 用匙羹把鱼胶盖上去 放1-9分 很快就很远 不用揉 沉沉水就不黏 滑至全片 煮至金黄的 把鱼片放下去 鱼片放下去 鱼片放下去 把鱼片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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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片放下去 红椒煮好容易裂爛 倒入碗中 倒入碗中 倒入水 倒入豆腐 倒入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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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2分钟 放时间到 很香 散开底 放入红椒 放入西葱 倒入碗中 西葱 熟一下 焗一焗 焗いて10秒 也行 煮火 豆腐嫩滑 我试一下鱼胶的鱼胶真的很棒 很棒 又鲜又嫩滑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